10月16日,刘亦菲以新一代亚洲代言人的身份在上海出席了某知名化妆品牌秋冬保湿产品新闻发布会 搭订牌上一任代言人是张子怡,此次刘亦菲成为新一任的代言人,外界自然会将两人做对比 对于这样的说法,刘亦菲则极力夸赞张子怡,对自己能够接任表示荣幸和开心 其实应该说非常的荣幸能够担任这个最新一级的代言人 因为其实每一个品牌都会有一个代言的一个周期 那么我想张子怡是我非常喜欢的艺人,也是最棒的中国人女演员 所以我觉得既然卡尼亚能够找到我,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也很高兴能够成为他们最新的亚洲的代言人 此前签约美国经纪公司又同成龙、袁和平等电影人亲密合作 刘亦菲的新路开来越来越国际化 问及自己的优势,刘亦菲则避重就轻地表示 演员选择剧本比较关键,她会坚持对自己的高要求 其实我觉得其他的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要,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会最注意自己选一个很好的剧本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应该说这半年或这一年也拒绝了很多的剧本 他们有一些也是非常不错的,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敬意或者说是一个愿望 我希望喜欢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是表现什么样的一种情感 演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坚持我的 最剧本和最细的一个高要求 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演艺道路的一个很负责任 或者说是一个更快进步的方式